大家好 夏天 今天是2021 4月23號 然後下午快6點鐘 那這個玩家見面會又要來囉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沒有什麼的這個王座之塔 那只是說我用了這個莫拉爾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紀錄 那現在王座之塔 我也推到差不多已經 5倍戰力就是沒有那麼好推了 然後這個想說試試看莫拉爾的一些運用 好那這個就是 大概是這個樣子 他開場會有一個立合這樣子 如果是說在很痛的狀況下呢 你那個安芝隊 就是 反正就是等安芝開大嘛對不對 但是前期的話就覺得莫拉爾好像沒有什麼牽制能力 那你說傷害的話也沒有那種 超級暴力的傷害 然後你看 這個他 對就準備開大就死掉 像這一關完全是靠這個 這個什麼安芝的這個儀威獲勝 所以就是覺得是說有用了幾場 然後都覺得好像 可有可無這個樣子 就是 就是沒有那個決定性的那個使用方式 因為現在其實 大家對角色的要求我覺得會比較高一些 那像冬火女士 這個開場絕對無敵 或是盧克雷蒂 這個 隊友死掉之後就是絕對暴力之類的 那因為他是屬於這個半神的角色 所以說我們對他的期望會比較高一點 蠻新的這個還在測試 好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個官方的這個訊息吧 這個是 一口氣是 北中南見面會 那當然你報名的時候 你的遊戲ID 你只能夠報一個 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你有很多這個 高VIP的賬號的話 相信應該是有辦法 這個多報幾個 好我們來看一下 台北場是 5月15號 然後5月22 5月29號 所以如果說你不是住台北的話 其實你可以考慮 這個這個去 去離你比較近的場所 因為先看台北場 他有什麼活動 然後先做準備 因為 基本上的這個 台北辦什麼 台中跟這個 高雄都應該會辦一樣的 可以事先準備一下 那我們再繼續看 美食佳餚 那因為這個填寫那個 報名的那個 那個表啊 並沒有寫說什麼 什麼 什麼東西 你想要吃啊 不像那個之前有一次見面會 你還可以選擇主餐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 應該就是擺在那個地方 我覺得就是 就是一些簡單的 小點心這樣子 然後周邊獎勵 每一次見面會 都會有很多周邊獎勵 確實 然後遊戲的機密 OK 所以說接下來又會有 比較大的機制 所以這個還是蠻令人期待的 趣味關卡 每一次都有的 然後只是說這個會有一些 不一樣的這個 玩法 那上一次的話 比較特別就是你要用手機 然後 線上答題 不過那個 除了考線上答題之外 他其實考的是你 線上翻答案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報名期間 撲拉撲拉的 好就是 總而言之呢 就是現在趕快去報名填寫 那大家都知道 會抽到 大概就是 那個樣子的角色 好那總而言之呢 就是可以參加的話 盡量參加 因為這個 周邊商品真的是拿滿滿的 基本上 只要有來都會有獎 但是呢 所謂的這個遊戲虛寶大獎 我覺得大概是不用期待 因為我從 好像從2019開始參加到現在 最好的獎勵 好像就是 鑽石粉塵種族抽吧 我記得好像 好像沒有什麼占星抽 所以說虛寶的話 主要是主要是同樂 但是 實體商品的話 確實是很不錯 你有看到的實體商品 大概都有出現 那在上一次又有人 換東西換的滿滿的 換的我以為他是工作人員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這個 稍微整理的回顧 那我把我的影片翻出來啊 有幾個這個 這個影片 這個是清風見面會 那這個 相信大家都很失望嘛 因為並不是代表說 這個清風他並沒有玩這個遊戲 而是說那個 這一個玩家見面會變成 是那個什麼 粉絲見面會 而且這個粉絲見面會是 是一群沒有玩劍影遠徵的玩家 卡在那個地方然後 動線又不好 大家排隊排的鑰匙 所以說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 這個 見面會 但是這個主持人也是大咖 是那個就局 然後再來一次 就是這有提到 這個是可以選主餐的這個見面會 然後大家是在一個小房間這樣子 那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 按照你坐的這個桌子有桌號 然後回答問題 然後看看誰的分數多 誰就可以翻牌 領獎 但是事實上就是 這個第一名跟第二名就是 應該是少翻幾個 然後獎勵也就是粉塵啊 金幣啊 一些鑽石而已 所以說並不會說 這個差距非常大 那桌上這個東西 這個都是餐盒 我記得好像是網品集團的 應該是網品的吧 然後這個真的是 還蠻精緻的 因為就是 他問你說你的主餐是什麼 是吃牛排啊 還是吃什麼東西的 然後之類的 然後 他就是會有一個小餐盒 然後裡面有沙拉 就是該有的都有 所以說這是 大概是吃的最精緻的一次 然後同時呢 這個上面有寫密寶俠灣嘛 所以說這個時候這個是 這個是 他這個 一個製作人嘛 還是說台灣方面的那個 那個行銷部的 就說 這個密寶俠灣這個東西 有透露出一點點 然後但是呢 他非常強調說 這是非常保密的階段 然後如果說要上傳影片的話 我們這邊 這個不能保證說 這個最後出來了 是這個樣子 是 就是說完全跟我們無關 就講的深深蜜蜜的 所以說這是當時就是 有洩漏出來新的機制 密寶俠灣 那現在密寶俠灣已經變成 每個月一次的這個 這個固定的活動 那不管怎麼樣 這個 這個密寶俠灣對 所有的玩家來說 算是一個 還蠻不錯的 每個月 都固定給你送一些 這個紅裝武香啊 還有這個 四種族的這個角色 只要你過了29章 好那我們再看 再來這個就有點亂了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之前 之前的截圖 然後 這個有這個 電流極極棒 然後我還有拍了 零邊 這邊 抱歉很模糊 那反正就是很多啦 然後你還有錘錘子啊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有那個光 光法的那個造型 然後還可以吃 冰淇淋 然後還有這個什麼 大分貝的那個 什麼大聲攻比賽 大喊 那當然 還是會有這個 聽力測驗 然後就是站在舞台上 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 應該是上上一次吧 那這是在 好像是在三創吧 好 那最後 再來是 應該是說 最接近 最接近最近的這一次 就是那個西門町的那一次 那西門町那一次呢 就是釋出 佩魯索納舞 在那個活動的最後面的時候 秀出佩魯索納舞的那個 女神一文錄舞的那個 經典的音樂 然後這個 宣告出來 就是說下一個 虛空萊克的英雄 那同時呢 這個活動呢 就是 有那個什麼 線上 線上問答 就是你用你的手機 加入到一個房間去 然後會有大概30題 但是呢 事實上他考的 但是就是說那個問題基本上 除非真的很強啦 不然其實像我 我也是大概每一題 我都要翻答案 怎麼翻答案呢 就是 你用手機加入到那個房間去 然後再趕快切畫面 像這樣子 切畫面切出來 切到遊戲去 這樣子 趕快翻答案 這個是 莫拉爾他的那個什麼 技能 譬如這樣子 找找找看 這個技能 他叫星之立場是不是 然後再趕快切回來 再趕快選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 上次是有多多多這個類型的遊戲 可是呢 事實上呢 你不要參加那個 因為他那個是參加問答活動 你可以獲得那個積分 就是 可能是硬幣可以換東西 還是點券 我有點忘記 但事實上呢 他在這個問答的那個時間呢 你旁邊有很多小遊戲 所以有人完全沒有參加問答題 在旁邊拼拼的玩小遊戲 獲得一堆的點券 然後換的這個盆滿波 然後換的一堆的周邊商品 真的是這個收穫滿滿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玩家見面會喔 這個我覺得 盡量報名 盡量報名 因為就算 就算你覺得 可能就是 怎麼講呢 就是不好意思 跟大家講話 其實就是 握在那個地方 然後等著拿一些周邊商品 其實每個商品價值的話 因為之前世貿有賣嘛 每一個商品其實 這種小的兇針啊 然後還有那個滑鼠墊啊 其實價值都是兩三百塊 我覺得都還不錯 那東西我覺得也算實用喔 那些小背包啊 然後這個 充電 無線充電汽油 然後 那些別針 那些 我別在那個小小朋友的背包上面也都蠻可愛的 那他有側背包 袋子 後背包 其實都有 我覺得這個實體商品還算蠻不錯 那官方也有說啊 他這個 他這些實體商品 主要都是用在這個活動 沒有放在這個 什麼實體商店給人家購買 所以說你想要獲得 劍遠針這樣子的實體商品的話 最好就是 盡量多參加這樣的活動 那我覺得這一次 這樣子的活動呢 應該這個 有報名 獲得的機率應該算是蠻高的 因為上一次的話 我記得一個場次好像也是 將近有100多人吧 所以說應該這個 又加上這次有 北中南三場 所以應該 會有很多玩家都可以獲得這個 這個怎麼講 那個見面的那個資格喔 OK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喔 我是阿滴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